每年1月底开始的樱花季大多是山樱花为主 但是南投鹿古乡小半天石马公园粉红色的合金樱 早在去年9月就逐渐绽放 尤其来到这个时节 山上水汽多温度又低 一旦开始起雾 也让人仿佛是置身在先进当中 目前樱花已经开了6成左右 预计下周会是最美丽的时候 在日本赏樱是一种文化 但要赏樱我们可不一定要到日本哦 在石马公园我们就有一片腹地很辽阔的樱花园 一朵朵盛开的樱花 在云雾当中看起来是更加迷人 你没看错 在陆古乡小半天知名的石马公园 300多株的合金樱已经逐渐盛开 就算不是假日 仍吸引许多游客 在樱花树下休息聊天 因为我是大山樱 我真的有一点花花草草 在山樱这边樱花比较少 我早上小半天这边樱花开得很漂亮 今天邦告总共来这里看 我们这里的樱花每年都开得很漂亮 这算在照顾的人 可能很人真在照顾 所以现在当开当大碎 都来这里看得好 樱花的花期原本应该在1月到3月 不过石马公园的合金樱 从去年9月就开始盛放 因此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赏花景点 但是这个时节来到石马公园赏花 也有让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樱花圈我们的石马公园 这些海拔大概在650到700之间 所以我们看出 在冬天的时候像这个几件 这次已经忘了很多 我们的雾气很重 所以好像来到下半天 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是在云间一样 在雾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不用跑到国外 就有迷人的樱花可以欣赏 小半天石马公园的合金樱 目前已经开了六成左右 预计下周开始 将会是最迷人的时候 陆古香公首也表示 配合樱花圣楼 开的期间 1月31号将举办花剑露骨的櫻花祭活动 欢迎民众前来参加 记者王子余南投县 参访报道